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施济周在昆杨 已经一手遮天了 要不是我手里还有那个配方 早就被他痛下杀手了 这件事情拖得越久 对咱们越不利 而且今天他已经向我提出 要买断这个配方 看来 他已经沉不住气了 是啊 老李纯现在一蹶不振 论实力 肯定不及十几州 要像一台一篇的话 我们必须破釜沉州 你想得办法了 你别管了 我能解决的 大晚上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看看账目 看老李春怎么能 亏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让你查了吗 哥 我真的希望你不要 再和十几州来往了 他是在利用你 才是朗李春 你知不知道 你的意思 是我把朗李春 祸害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我的意思是 不希望你再被十几州 蛊惑了 恐怕你别有用心吧 你是不是觉得 爹不在 没人给你撑腰了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爹这次出去凶多吉少 你少指望他吧 你胡说什么呀 爹怎么就凶多吉少了 你从哪儿听呢 这个家的任何事情 跟你无关 你也少在这儿跟我装好人 记住 该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你想拿都拿不走 出去 出去 好 老爷 要不要歇一会儿 不行 我怕凶多吉少 他们兄弟俩可不是 施济州的对手 老爷 你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 这两家可就真的保不住了 还有月轩少爷的身世 也就失臣大汗了 这两家可不可以 把你抓住了 这两家可不可以 这两家可不可以 王茜琪 四川 六川 十八川 八川 五川 十八川 頗底 宣ronics 安排 開槿 崩子 啊 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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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早算计好了的 我 我去引开他们 不行 太危险了 老爷 都这个时候了 怎么没得选 不行 你跟了我一辈子 我绝对不能让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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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快 那边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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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司年死了 朗里春只剩下个空壳子 石老板 这回你可算是高枕无忧了 怎么了 还有什么没有摆平的吗 我已经是高枕无忧了 倒是老弟你那儿 还有一根难啃的老骨头 你是说 龙德水 我真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兄弟啊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这事我心里头真是为你着急啊 杀龙德水只是时间问题 马副官现在已经把他在城外的人马 全部收买了 他现在众叛亲离 已是瓮中之鳖了 老弟啊 我就是欣赏你这个魄力啊 不枉费我放弃了龙德水跟你合作啊 大家目标一致 来 石老板 我们合作愉快 来 那我先祝愿老弟齐开得胜啊 好 不过 石老板 朗思年是死了 他那两个儿子 咱们要不要一起 有那两个儿子才好呢 这叫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啊 等他们斗斗两败俱伤 您再伸伸手 朗里春自然而然就是您的了 石老板 高啊 等他龙德水一死 昆阳城就是咱们两兄弟做主了 来 来 来 原来真的是你 你这大晚上的穿着这种衣服出来吓人 难怪我觉得这院子里闹鬼 我早就怀疑你了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包容你原谅你 你怎么就拿自己不当人呢 人 我在朗家 有人拿我当人吗 我十二岁就嫁进了朗家 月圆就病死了 我每天守着个牌位过日子 你们有谁问过我的感受 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 你心里苦你可以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犯鬼吓唬我 你心里要是没有鬼 为什么要害怕 我在朗家 连个丫鬟都不如 在你眼里 就是个卑贱货 我做什么都不顺你的意 说我是朗家的扫把星 在朗家里 在这个家里 只有月圈 她还拿我当个人 知道我的好 可她的眼里却只有海棠 甚至把我给她的香水灵开 拿去给海棠做东方香水 你们一个一个全都一个样 需要我的时候 就想到我 用完了 就把我扔在一边 你打 你打死我算了 反正我现在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死了 就扔到地下 去给你的儿子做伴了 这个朗家 不过就是再多一个牌位 妙兰 你是我们朗家的媳妇 虽然说月圆已经死了 但是你还是朗家的二少奶奶 你在这个家 虽然说没有让你绫罗绸缎 锦衣玉食 但你也三餐温饱 养尊处优 你这样在家里闹 你图的是什么 我每天晚上都在想 如果月圆还活着的话 我们一定会很恩爱地 生活在一起 她每天去朗里春上班 我在家等她 等她回家 陪我聊天 逗我开心 可事已愿为 每天陪着我的 就只有这个牌位 我每天给她上香 给她送经 和我一样的女人 都结婚生子 而我却只能在这里一个人等死 这种日子还要过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如果一定要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我还不如到地下去陪月圆算了 你不理想 她宝财 这个婚姓 我算是一样 她的婚姓 不愿我觉得他 有人把婚姓的婚姓 都不愿意 他然把婚姓的婚姓 是有一个婚姓她 bumper的婚姓 一个人 我就是你们的婚姓 你不愿意 妙兰 你以为娘不苦吗 娘比你更苦 我跟你一样 在这个家里守着火瓜 我还有丈夫 但你看到了 我还不是一样 赤住在佛堂里 你要是没有男人红 没有男人疼 我们是女人 这就是我们的命 你嫁了什么样的男人 就得过什么样的日子 你一个人 十几岁就来到我们朗家 你又没有手艺 又没有亲人 你一个人到了外面 怎么活得下去啊 你就住在我们郎府 就算是心里苦 也好过在外面啊 可我才二十岁 我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我不想像您一样 您就像一盒 放久了的胭脂 香气还在 颜色还在 但就是没有人 愿意再拿起来擦 你就放我走吧 你就放我走吧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我吧 妙兰 给娘再输一次头好吗 我们两母女 没有情分 也有缘分 我以前 对你太过苛刻 我指望着 你能顺着我的心意 懂我的脾气 虽说这么多年 咱们可可办办这么多次 但说到底 你 在这个家里面 说你和我说的话最多 你说我对你寡淡无情 但人非草木 这么多年朝夕相处 我一直在关注你 有没有在我身边 我每一天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 就想着妙兰去哪儿了 她什么时候能到我这里来 其实在这个家里 我跟你一样 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但我却把自己的不如意 全都发泄在你的身上 这么多年来 你都无怨无悔 我这心里是明镜的 但你不知道娘心里有多苦 是我没有估计到你的感受 是我喊了你的心 是我做得不对 苗兰 娘对不住你 但人就是这样 总是看清眼前的事 不到最后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住不住 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那我只要你 我呢 你不住在那里 我好多久 你不住我 你不住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还没出门 怎么不去工房看看 您先坐 娘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问您一件事情 家里 还有没有钱啊 您要钱干吗 不是 现在的工房里面呢 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工人们都要罢工了 什么 娘 这只是一时的 所以呢 我就问您家里面 还有没有赋予的钱 能够拿出来救急的 拿家里的钱 去补工房的账 你不知道那批口红 令咱们家赔了多少钱 老本都挪出来了 现在家里除了一日三餐的开销 哪有多余的钱去补贴工房啊 也不知道你爹 什么时候能回来 施济周没把货款给你吗 咱们可是拉过去不少的材料 给了 娘你也不是不知道 最近行情不好 卖不上价 再说了 这也没多少钱啊 什么 你当时可是跟我说 那批货从施济周手里出去 就供咱们家周转一阵子的 怎么叫没有什么钱呢 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娘您怎么也开始怀疑我了呢 你一定是被施济周给骗了 那笔账 你拿出来让月轩给看看 给她看做什么呀 她懂什么呀 不是我就奇怪了 娘 你们怎么一个个的 就这么不相信我呢 月明 你可要防着那个施济周 我们这个家 再没有什么东西 能往外折腾的了 咱们家地契 你没有拿走吧 我拿了 拿来 在施济周那儿呢 你给她干什么 娘 你不给人家 人家怎么给你发货呢 要有押金的嘛 你放心 这个只是一时的抵押而已 你个白家子 你还不如放火 把咱们家伤了算了 你爹回来 我怎么跟他交代 娘 我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要不走这一步那就完了 人家施济周是在帮咱们呀 你糊涂啊 我糊涂 不 没得商量 您换了地契给我要回来 叔 月明啊 怎么样 我让你拿的芙蓉膏的配方 现在拿到手了吗 您先别说这些 我要在您这儿的地契还在吧 您先给我 我 月明啊 做生意得讲诚信吧 是你心甘情愿地拿着地契押给我 我才能把钱借给你的 虽然咱们俩是输职关系 但也由不得你这样瞎折腾的吧 叔 您也仔细想想 如果不是我们之间合作的话 您怎么能顺风顺水地把朗里春挤到边上去呢 诗航路的货 恐怕也没这么好卖吧 是 现在我爹不在昆杨 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朗里春的信誉和回头客在哪摆着呢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我不想因为一张地契 把我们叔侄之间的关系给搞坏了 行啊 你想要回地契简单哪 把你之前欠的连本带利都给我清干净了 我就把地契还给你不就结了吗 朗月明啊 你这前脚跟我要钱 后脚跟我要地契的 你是真把我当成你爹了 有些话想清楚了再说 当初是你教我这么做的 怎么 现在你要反悔的是吧 当初我为你指的是一条宽敞的道路 是你自己走得一半嫌累了 现在让我空出手来帮你 我可没那工夫啊 你不要欺人太甚 钱我会还给你 但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啰嗦这些 把地契给我 朗月明啊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瞧不起你 因为你就是草包一个有有无谋 你爹的眼光没错 比起朗月轩 你差远了 好你个世纪咒 那咱们走着瞧 好你个世纪咒 你都要不抹 沈玲 月轩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最近朗家遇到了难事 而且这件事跟我爹 跟世纪洲都脱不了干系 我是想看看 有什么能帮上你的地方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你真的帮不上什么忙 月轩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很难 我来就是想看看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和海棠 我和海棠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总之放火的令有七人 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 其实我爹为了军饷的事 要挂分蓝李春 虽然说我极力阻止他了 但他不见得会听我的 你也知道 他跟世纪洲现在的关系 不过你放心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知道 所以我说了 你的好意我真的心领了 我现在很着急 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莫华 你本来就是个局外人 那你就乖乖地 做好你的外人就好了 我不想把不相干的人 牵扯进来 朗月轩 你到现在还把我当个外人 我大老远地跑来 就是想看看 你有没有受委屈受欺负的 你还把我往外推 我不管 这件事我管定了 那你帮我够忙吗 什么忙 本来这件事情跟你就没关系 我也真的不想把你牵扯进来 但现在时间紧迫 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 你干嘛吞吞吐吐地说呀 我爹离开昆杨之前 交给我一件事情 现在万事俱备 还差一笔钱 差多少 五万 五万哪 这可不是笔小数目 是 莫华 只要是你说的 我一定会帮你办到 相信我 你不认识 谢谢你 莫华 有了这些钱 我就能让施济周那个老贼 永远翻不了身了 那我先走了 钱的事我已经帮你办到了 那你也答应我一个事呗 好啊 什么事 我都喜欢你那么久了 你亲我一个 对不起啊 莫华 对不起啊 莫华 我接受你的帮助 并不代表我能 施舍我的爱情 更何况 爱情这东西 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如果 你是因为让我爱你 所以才帮助我 那这份爱 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 我无法接受 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能答应你 但现在 我已经拥有了 属于我自己的爱情 我要对它负责 永远不会妥协 我相信 我相信 等有一天你也拥有 自己爱情的时候 你也会和我一样的 真的很感谢 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心意 可是我无法背叛 我自己的内心 你也不愿意 你刚刚说的这些话 突然让我觉得 自己从前是那么地幼稚 不过不是愚蠢 我为你做过的所有的事 我都不后悔 你对爱情的真挚和坦诚 让我觉得自叹不如 不过我也学会了 应该如何坚强 谢谢你 月轩 那以后 除了青青之外 我又多了个好妹妹 有一个好的 君彦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谢谢你 雨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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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哥